這次的幸福大丈夫二哥先跟我們介紹一下劇情好不好 既然男女主角都在 因為我們的男主角阿宅 普隆公開花 我們的特色就是同樣的演員 演同樣的角色 我們希望一直演下去 演的十集二十集 目前演的第四集 那我們的影中就是演阿宅 從第一集演到現在 這是第四集 前三集阿宅都有 每一集都有戀情 但是都沒有很圓滿的結局 我之前看的時候 都覺得導演非常殘忍 為什麼不要給阿宅一個女朋友呢 可不可以讓他談一下戀愛 終於 終於 所以我們第四集 就是印了很多觀眾的 這樣的懇求 我們就好吧 那就阿宅讓他結婚了 有收視率的壓力 讓他結婚吧 讓他有這個結婚的機會 看看這樣子 他發生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說在我們在做的時候 跟編劇在討論的時候 這個結局會是怎麼樣 我們就現在賣個關子 希望觀眾進去看的時候 才有得到這個答案 是這樣 可是可以先講一下 大概他們兩個位 是怎麼碰到的嗎 在劇裡面嗎 其實就是阿宅他就是一個 他因為這次第四集場景設定 一開始在臺南 反正就是全臺灣全世界到處跑 然後這次跑到臺南 然後有一天晚上他很無聊 可能在河邊散步 臺南運河很漂亮 他在臺南散步 然後突然看到一個女孩子 不是想要幹嘛 好像想要往下跳的感覺 所以他把救他 他自以為他要結束自己的生命 所以他就是救了這個女孩子 對啊 因為阿宅是一個有正義感 很愛管閒事 很愛管閒事沒有錯 這是他最大的特色 是很愛管閒事 然後就救了他 然後就是這個人剛好就是 因為所扮演角色千惠 其實我們第一次相遇 主主角叫千惠 對 第一次就在臺南的運河邊 對 兩個就互相有好感了 那至於為什麼他會在 那個臺南運河邊 為什麼 那可以是 對 那你 現在可以講一下嗎 可以上回拖肉一下 因為我被拋棄 前男友拋棄 對 我被拋棄 對 所以我就一個人很誤主 然後就走在那邊 想要追我的前男友這樣子 就到底是有要尋短的意思嗎 沒有 純粹一場誤會 就是阿宅又管閒事 又管閒事 又有誤會產生 自以為 對 但是當下我也覺得 這個人怎麼那麼好笑 就覺得他很有正義感這樣 還不錯這樣子 對 就有好感 留下好感 對 回來以後就回到家裡以後 他爸爸 他爸爸就逼迫他要去相親 千惠的爸爸說 對 千惠的爸爸就逼迫他去相親 是 結果相親的對象 剛好又是遇到阿宅 因錯陽差 因為阿宅普通蒙太久了 他就家人就覺得說 讓他安定下來吧 是不是這個方法可以 因為這個方法可以讓他安靜 制服他這樣 台湾社會都說要讓一個男生收心 就叫他去結婚 對 有想說用這一招 可會讓他不要再爬爬 這就是臺灣的社會 就是這個樣子 對 對 讓他出結婚啦 他就乖了啦 對對對對對 好 所以阿宅就 相親的對象原來是他 這真的是命運的安排 那時候應該要放一首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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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他們這樣子 又互相有好看 結果兩個就在一起 覺得說可能就慢慢想要進入 那個結婚的那樣子的一個 這條路了 結婚的那條路就鬧了很多 很好玩的事情 因為其實臺灣早期 四十年代結婚的時候 其實還是非常多的那種習俗 禮俗 對 就是說你要怎麼樣怎麼樣 你不能怎麼樣怎麼樣 你不能怎麼樣 那就產生很多的誤解 跟產生很多很有趣的橋段 所以在我們戲裡面 就會做這樣子的一個呈現 尤其其實現在臺灣人結婚 越來越簡單 更簡單了 所以看一下幸福大丈夫 看一下阿宅怎麼結婚 你可以稍微回味一下 也許爸爸媽媽當年結婚 就是需要什麼什麼什麼 對 爸爸媽媽可能要 就會回憶說 對 我們當年這樣 年輕的時候 原來有這樣 是 好有趣 因為你們 你加入這個劇團 因為之前沒有演過戲 所以是這個月開始密集排練嗎 九月初開始 對 就因為你的專長是唱歌 可是現在要演戲 導演有給你什麼教導嗎 或是阿宅 其實導演還蠻嚴格的 但是他出於像 出於像爸爸的那種關 其實真的蠻像爸爸的 因為我就是下定決心 要來演這個舞台劇之後 我就搬到那個劇團 搬到巴黎 他為了這個還搬到巴黎 我自己一個人就出走 然後就搬到巴黎這樣 然後一開始爸爸媽媽會覺得說 你有必要這樣搬出去 對你有必要這樣搬出去嗎 然後安迪先生就打電話給導演 我女兒 他有來看 然後我就說不行 我要有閉關修煉的感覺 因為在家太多誘惑 對 就是一起床就是 媽 肚子好餓喔 幫我煮麵什麼 就沒有那種獨立的感覺 然後就會想要看電視 或是就是睡懶覺之類的 就是會偷懶 可是我搬到巴黎 就是他剛好那個房子也是榻榻米 所以就有一種真的是修煉的感覺 對 然後就是 因為我真的完全沒有演過戲 而且我個性又是那種很ㄍㄧㄥ的人 所以就是導演就是 其實導演也蠻辛苦的 他嘗試很多不同的方法 要把我從裡面拉出來這樣子 對 我好想知道導演用什麼方法喔 這個要看他 我們還在研究 對 因為我是個蠻ㄧㄧㄥ的人 對 而且就是不太會講什麼事情 就算有懂或不懂就是都 默默的小孩 然後默默的在學習這樣 我知道你們的父親 您的父親是安迪先生 他其實是非常資深的演員 平常就有教你演戲嗎 為什麼演戲要交給導演來教呢 因為就是真的是 之前因為歌手出生 所以真的比較沒有什麼機會去演到戲 而且可能加上我本身就是 個子比較不高 所以角色會有一些限制 所以而且自己其實 剛開始就也覺得 先把歌唱好就好了 這樣也沒有想太多 對 然後剛好就是 因為一個緣分 然後就接觸到金枝眼色 然後就覺得自己是該 就是朝不一樣的路線發展 對 所以爸爸平常沒有什麼教演戲 反而是導演教你演戲 也許在生活中有部分的滲透到我的生活 但是我自己覺得是沒有什麼教啊 對 因為也沒有一個演出或什麼的 他也不知道怎麼教 你們看電影的時候 爸爸會跟你說 這個就是怎麼演的時候 對啊 他就是看電影的時候 剛開始會一直逼我跟弟弟 就是看電影 他說你就要看那個鏡頭怎麼切 然後他的場景 為什麼要選這些 他的景深之類的 反正就是剛開始我們會覺得很煩 我們只是想要好好看個鋼鐵人 什麼的 但是後來就默默地被他就是影響 對 也許現在跟著二哥一起演戲 就會回想到 原來爸爸那時候講的那個是什麼什麼意思 對 希望他能體會到這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現在台灣的一些環境裡面 一些像父母他在從事藝術工作的那種的小孩 他相對的環境來講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蠻棒的 就是說其實爸爸媽媽在深教在研教之中 通常都會透露傳輸一些一些所謂的藝術 或是一些所謂的這些這些理念給這些小孩子 只是他們以後會不會要從事這個行業 這個再說 因為我就是這樣長大的 我的背景就是從小看歌仔戲 雖然沒有學 但是慢慢地就耳濡目染 你就會了 所以這個東西是到了某一個年代 他們就會自己說 原來是什麼 原來這些東西 是有他的影響的 所以我就其實 我就覺得說 其實安迪在跟淫衛的這個日常生活 我覺得一定就有在 像吵架啦 或者什麼一定都在演戲的 那個東西都有戲劇效果 我們家真的很戲劇化 對 那種東西都是戲劇效果 我覺得那個東西都是 假如說以後他有體會到 跟演舞臺上跟這個的差別 這個的共通點的時候 他就可以 就懂了 就懂了 下次跟爸爸吵架你就贏了 但是像是就是戲裡面 也有跟爸爸吵架的橋段 我就覺得好像比較能夠進入那種感覺 因為在家裡跟爸爸吵架 就差不多是那種感覺 就是我們在家也是很戲劇化 爸爸會飛踢啊 他真的蠻誇張 所以就是演戲的時候就覺得 其實還蠻像的 對 那是經驗上可以去借用 就是我覺得常常就會跟一些演員 他們有這樣的一個溝通 還有我們這一次 永遠的男主角阿宅 我們每一次在看金芝的戲的時候 看到阿宅就 對 就噗嚨公又回來了 我們為了這次的採訪 我們把之前阿宅的片段剪了一個精華 真的嗎 真的 我們來看一下 當接到這個角色之後 然後去深入點研究這個角色之後 發現其實阿宅的顯性的部分 其實是剛好我隱性的部分 只是說在那個過程 我怎麼去把那個東西把 把我的內在把他拉出來 把我這部分拉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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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